大家好 我是曹师傅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机器 一台漆皮 机器应该是摔过的 那么这个机器具体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最开始这个机器是打电话没有声音 然后客户机修的时候 这个机器是没有基带 他只要求我们把机带问题给他修好 就搞定了 为什么会说修声音 然后寄给我们修基带呢 因为这个机器在修声音的时候 造成这个机器修成了没有基带 然后商家把所有的关于基带部分有关的 全部弄了一遍 他让我们别管 只管把基带修出来就行了 哎 我想也省事是吧 好 我就基带修好了 打电话我也什么都测试了 就只是听了没有声音 然后他可能觉得也是个小问题 然后拿回去自己修呢 把听筒也修出来了 声音确实也修出来了 然后客户就是用户嘛 拿回去用了一听 然后现在手机不显示了 然后阻值定了他全部也测了 然后他今天寄给我 我们收到之后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机器 他不是说没有显示 是这个机器压根就没有开机 然后因为这个机器里面 肯定是有资料的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把硬盘 我们是给他拆下来了 拆下来之后我们空刷一遍 看一下这个机器他进度条 能不能过16%吧 我们在空刷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手机只能到11%对吧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没有亮 没有硬盘的话他至少也得到19%对吧 所以说这个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机器刷机只到11%就爆错了 装上硬盘后的电流 就有点像我之前那台白忙活的期待 当然这个只有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才知道我说的是哪台期待 这些我们都先不管 既然这个机器是修音频 用了一天后出现的这种现象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音频的芯片 给他摘掉再试 这时候我们重新插上数据线刷机 发现能到19%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既然进度条正常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准备把硬盘重新装回主板 在装硬盘的时候 我们还要把硬盘周边掉的有用的键给他装回 掉的元件补好后 我们接下来安装硬盘 硬盘装好后我们开机发现不显示 因为商家给我们说过他动过显示座 于是我们处理了座子后就可以显示了 但这时候新的故障又来了 手机开机会花屏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个时候我们不管花屏故障 我们先把音频IC装回主板 然后开机展示 发现手机还是花屏 这个7P呢 显示问题已经搞定了 但是这个手机 进系统的时候 马上要进去的时候 它就花屏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跟商家沟通一下吧 然后看后续 如果它要修 那么这个机器 我们就明天接着拍视频 如果不修 那就只能分享到这儿咯 好了 我是曹师傅 关注我 修手机 不用抽